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时节产生了悖观 严实 然后去寻求接拓 觉得这个人生 这个时节当中 没有一个不存在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没有一个值得追求的东西 然后就去寻找其他的东西 我们发现唯一的值得追求的是什么呢 就是解脱 值得寻求的是解脱 然后从此以后去寻求解脱 这个就是出离心 这个怎么样融入在这个生活当中呢 是不是出离心 有出离心以后呢 是不是不工作了呢 还是要工作 但是这个我们要这样子理解 这个曾经也讲过 用一个避语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比较恰当的 比如说一个人出去旅游 出去旅游 自家车出去旅游 途中可能需要这个七天八天的时间 要到达目的地的话 那就是他这个一直都想到达 到达这个目的地 然后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但是呢 这个时间要七八天 那这七八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路上要这个住酒店 也要吃饭 但这个这个时候呢 他他路上啊 就过夜的时候住酒店 但他不是来住酒店的 他不是故意来住酒店 那他是来干什么 他就是要到达这个目的地去旅游 他的目的是旅游 要到达这个旅游的景点 这是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不是来就住酒店 他的目的呢 不是来这个吃饭 但是呢 他要到达这个目的地的话 就需要住酒店 就需要吃饭 不住酒店 不吃饭 他到不了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子 这个怎么样 这个理解呢 我们要解脱 就是要到达这个旅游经典 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 就是锁定在这个解脱 寻求解脱 但是啊 但是这个 要生存 要生存 所以还是要去工作 你要去工作 工作是为了这个 是为了生存 是为了生存 不工作的话 是没有办法了 就不去争钱的话 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钱 就是活不下去了 所以还是要去争钱 但是呢 没有出力性跟有出力性的这个差别 是没有出力性的人 挣钱 就是当做这个 神明的这个最终的意义 除了挣钱 相守 消费 以外 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目的 其他的目的 这就是专门去住酒店 专门到饭店去吃饭一样 没有别的意思了 吃了饭就会回来的 他没有其他的目的 另外一个有出力性的人 一样的去争钱 一样的去工作 但是呢 他这个工作是就是 暂时 为了解决这个生存 为了解决这生活的这个问题 但是他的目的就不在于 他的目的就是解脱 要解脱 那不一样的 这个是这个出力性 出力性 要这个出力性融入到生活当中 是这样子 每一次我们要这样子 每一次 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 都要这样 要提醒这个 这个 挣钱也好 做任何事情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是我一个短暂的 一个短暂的 一个 不是一个永久的 这就是我去旅游到为了到达这个目的地 就在土中住店吃饭一样 不是为了吃饭 不是为了就店而来的 是为了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 但是呢 这个路上一定要这个吃饭 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相守 人生的目标 不是为了相守 不是为了消费 但是呢 没有 没有 没有去 没有 不工作的话 还是没有办法 这个 没有办法 这个生存 那所有的这个挣钱 工作 等等 这一切 都是 作为一个短暂的 这个计划 这个暂时的一个 一个解决的方法 目标是 目标就不是这样 目标就是 这个 这个 解统 只要有这样子的话 那就这个 出离心 跟我们的生活 就完全没有 这个冲突了 一点都不冲突了 可以 佛法 他不排除这个 不排除这个 无质的这个财富 他不排除 排除的是什么呢 就是 不能 仅仅是为了这个消费 不能仅仅是为了这个物质生活 而活 排除的是这个 这样以后呢 这个出离心 跟不 这两个不矛盾了 就这样 刚才啊 我们 这个比喻 来再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说 你在这个 这个路途当中啊 住店 住酒店 也可以住好一点的酒店 也可以住很简单的 这个酒店 旅馆 然后在路途当中 吃饭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这个 从高当的餐厅去吃 也可以在路边的一个 很简单的饭店去吃 都可以这个要看自己的 这个 这个经济的条件 等等 这个住的酒店 好与不好 这都不是目标 最后的目标 就是要达到这个 旅游的经典 这样子啊 如果金 如果他的目标是住店 吃饭的话 那就是啊 这个有很有将就了 一定要住好的酒店 因为只有这个目标了 没有其他的目标 一定要到这个 搞当的餐厅去吃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来吃饭 没有别的目的 那那样子的话 这个是有将就 如果他的目标啊 不是这些 不是这些了 这是 如果他的目标都不是这 这是目标是就 就到达这个目的地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 这都是没有太大的 都可以好一点的 也不排斥啊 啊 简单的也可以的 无所谓的啊 这就是以前我们这样的 这个佛教兔兔的 这个生活模式 就讲这个啊 就讲这个啊 这一生啊 这个人生的目标 是为了解脱 不是为了相守啊 那那其他的这个物质生活呢 就是啊 生存的方法啊 那这个我如果有条件 也可以过得好一点 这个也不排斥 佛没有要求 私中弟子 一定要过很贫困的日子 啊 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也可以 也可以好一点 啊 也可以简单一点 这个都无所谓了 最终的目标 不是这些了 如果最终的目标 只有这些的话 那就是啊 不是这样子了 一定要为了这个 去奋斗的 那我们的目标 是另外一个啊 那那样子的话啊 这个也不冲突了 这个处理心 跟生活也就不冲突了 这是非常重要 这个处理心 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一定要想到啊 这个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啊 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啊 这个比如说挣钱啊 到消费啊 之间的任何一个事情 都要当做一个短暂的啊 暂时的一种这个生存的方法啊 生存的一种方法 生存的一种方式 就是在途中煮酒店一样啊 那样子的话 那就是这个处理心啊 跟金钱没有关系啊 不冲突 就是不冲突啊 处理心跟这个民生啊 也不冲突啊 也可以有民生 也可以有处理心啊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 处理心跟这个地位也不冲突啊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处理心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的方法 没关系